洪武九年 武林中各派别邻力 各展所长 峨眉山 自古便是武林圣地 无数英雄豪杰 在此留下了他们的传说 那么静静 武林之尊 静止一见 不知能否会见 其中奥秘 这位少侠 我看你不像属人 请问你从何处来 要到何处去 英雄不问出处 我来恩威山 是为了追寻我的武夏职业 他的成功也太入迷了 演得不错 但咱先回归正题 好吧 导演 是因为在这儿 太想武夏时间了 实现了我的武夏梦 我叫陈光 我来自俄罗斯 是电子科技大学的 移民学生 现夏之时 我总是幻想 那神秘的武夏之乐 今天幻想照尽现实 因为我在 俄美山 是我陈光 跟着我心想 张一巴 恩威山 是武夏文化的 重要发源地 也是现代无数文化 传承和发展的 重要基地 今天来这里 我感觉我会得到 很有意思的体验 陈光 你确实会有一个很难忘的记忆 因为今天你还有任务 恩 什么 还有任务 美山中藏有一份诗传 已久的武林秘籍 前往三个地点完成任务 每完成一个任务 将得到一份秘籍碎片 集结三份碎片 便能合成秘籍 嗯 这就是半边了 老师您好 请问 我如何得到 武林秘籍碎片呢 要想拿到碎片 就要学会峨眉派的武功 很好 我很想学 那我来教你招如何 嗯 正好 初见 初见 亮相 没事 亮相 来 恭喜你完成任务 这是你获得的碎片 我就交给你 谢谢你 老老师 终于到了 黎云茶楼 请问 如何得到秘籍 这位少侠 欢迎你来到我们鹅仙镇 我们黎云茶楼啊 的确有很多的信息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些信息的话 首先 我要给你出五个谜语 只要你答对三道 我即可一把碎片交给你 请听第一题 生来铁胆热肠 爱管不平之事 猜意家电用品 铁胆热肠 是 运动完了 哎呀 聪明啊 好 现在请听第二题 美眼有眼力 不问东和西 带他走四海 方向永不迷 这个呢 才户外用品 户外用品 对 不问西和东 带在四海带 是不是指南针 哇 这你都知道 粉笔 油桶 包子 看来你还是有点天赋的 那我也兑现承诺 把我们凌云茶楼 其中一碎片交给你 请你伸出你的右手 哇 终于到到了云波桥 好漂亮 您好 请问 如何得到最后碎片 这位少侠 欢迎来到云波桥 这两具带有花的古事如何 正好 我住在成都 知道一句话叫 小看公事出 化妆行光程 好事好事 恭喜少侠获得 秘籍碎片 谢谢您 终于 完成了我所有任务 最后少侠可以前往灵塔 获得最终的古灵秘籍 好的 终于到达了 额眉林达 来领取武林秘籍 您是成光 是的 恭喜你闯过所有关卡 武林秘籍奉上 谢谢 终于得到了武林秘籍 这也代表着我们坚持不懈 努力奋斗的武侠精神 我们额眉仙侠云集 堕落在额眉山脚下 这里汇聚了四川的千年多彩文化 同时也是天府之国的文化缩影 邀请各位共同来汇聚这场文化休闲之旅 嗯 确实 对武侠爱好者这个地方 算是很棒的 一起来欣赏 在这里 我仿佛忘记了种种纷扰 自在长幼于美丽的城市之间 肆意挥洒我的想象 追寻心智所向的正义与勇气 这也许就是武侠世界 带给我的力量吧 太厉害了